玩具TV 第27季 第2集 繼續玩一些對我來說更適合的玩具 為甚麼 扭蛋 價錢便宜 但一買就要買三隻 不然就浪費氣 三隻多少錢 老闆 100元可以嗎 95元 5月買的 記住 我買哪裏買 MS Mechanical Blast 系列 之前有New Gundam 我也介紹過 還有這個 可以嗎 麻麻的意思是甚麼 我沒有買的 因為我沒有玩開這個系列 我是手信 很棒的 這次要介紹的就到了Xia 剛才你努力了一段時間 我努力了 懷疑了人生 以為自己是懂砌東西 原來我是不懂的 你不懂的 誰懂的 其實莊祖那時有甚麼問題呢 我看你也有地方 卡卡卡卡卡卡 問題呀 本來我人是健康問題 老花 這是我的問題 手指皮薄呀 沒有指甲呀 不夠力呀 不似狗呀 不似狗呀 頭暈伸 氣貓低伸 其實他的說明書很划算 我給大家看看 應該是這個 他的說明書很划算 他是彩色 但他就不是根據物件的顏色 這是非常愚蠢的做法 他有一個邏輯 綠色代表外面的 黃色代表裡面的 這個組織 但其實對於你砌模型的人來說 我知道你是外面還是入面 對我來說是沒有關係的 他這個不是模型補出的 是的 但既然你都印四色了 那你就印彩色 那它是四色的嗎 是的 就是可思印刷 是的 它是四色印刷 正常的印出offset 你就印出那個玩具的顏色 我就容易控制 容易找 但它不是的 它是分綠和黃的 我不知道綠是代表什麼 綠是外裝 黃是內袖 但這裡有整隻都綠 對呀 你全部是外裝 但這裡連左也是綠 死了 所以他有他的邏輯 不過你不明白 那就是我的問題 絕對是我的問題 我經常覺得說明書的人 做說明書的人很特別 他們有他們的世界 對呀 好 美麗的心 不好說 我們先說些好東西 好 要調低一點的 這個篇 燈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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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雖然 這裡已經有 叫做兩個半空象的成品 不過再前一點 我看看 4是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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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可以調校一下 這裡有些多了出來的東西 其實不可以叫多出來的 看你要裝組什麼形態 它長複了 這個應該可以叫做多 應該這樣說 其實它應該是三個形態 一個是內骨架形態 這些全部是內骨架形態 那時候才裝組的 另外有一個透明空象形態 再加一個 彩色沒有來購的形態 再將這三件東西 拼在一起 就會成為完美的 半空象 企著燈空象 怎樣三件東西拼在一起 因為它說現在已經用盡了所有件來組裝 對呀 其實不用一定 說 用盡的情況下 其實已經組裝了一個 另外就是一個透明的 你可以把透明鎖放在這個 因為只有這個膽才能裝發光燈的部件 另外這個是比較簡單的 就是叫做 扛起了那個鎖 對呀 其實某程度上這個不算成形 對呀 這個只是扛著透明鎖 看看你什麼時候喜歡把燈移植到這邊 Anyway 師兄說是挺難組裝的 我組裝到手都算了 因為有些東西很刺激 所以我看來這個透明鎖 另外有幾個 胸口 胸口 磅電 磅電 鏡頭的兩支旗 我怕不見 有些位置就是這個黃色的兩支旗 要用一點點力 剛剛都是阿迪按的 我這些蘭花手就… 不是你怕弄爛的 對呀 怕弄爛的 我找回那個… 夾夾 或是快… 行不行 不用 開東西 在裡面移一移 沒錯 燈仔比較隱蔽 你經常要借助一些尖銳的部件去撩一撩 撩一撩 這個系列也是這樣 我有一點失望 因為我沒有留意這個系列 我知道它最初是出了高達 是 不是 鐵甲脈俠 鐵甲脈俠 對不起 我印象中它不是對眼睛有燈嗎 不是 我的意思是鐵甲脈俠 會 燈不能傳上去 只是胸口 眼睛和頭兩邊的透明件是不能亮燈的 當然設定是否亮燈 我不敢說 但通常在動畫上都會斬一斬 但你這樣看 眼睛一些透光都沒有 但它有透明件 雖然眼睛很黑 對 我覺得它比較 其實看到旁邊所有綠色的部件 都是透明件 挺漂亮的 對 其實它是透明件 但它不穿燈 現在弄得很黑 還有胸口有少少吐槽 為何沒有字 GN drive 沒有 貼紙也沒有 可惜 多一句 大家看到現在這個造型 能天使是絕對收貨的 純粹說的 是NO SAY的 有師兄問頭像有什麼比例 NON SCALE 應該沒有什麼比例 1.72吧 實體說明書沒有全彩 連QR曲網上說明書都不給全彩 真心不明白 我不明白 因為印刷已經是印全彩 只是故意做成這樣 我想它出一些不是高達的胸像 好像之前的鐵甲蠟銅一樣 希望 其實這隻組裝出來 可遠觀不可洩幻 近看你會看到很多 瑕疵 有很多瑕疵 有很多甲蠟的東西 可能我又不覺得 我組裝得特別差 所以我覺得它有些位置 比較難教得十分準 那些甲蠟的東西 都比較問水一點點 不是模型 你用了模型的感覺 去搞扭彈 是的 大家都有這種期望 不過千萬不要這樣想 你會失望 透明組件配上去 其實應該不錯 我覺得最好玩是一半透明一半全彩 對呀呀呀 透明一半全彩 最有型 沒錯 大家有時間在家裡 可以慢慢 憑著你的喜好 裝組你自己最喜歡的EXIA 規格 總之出來的效果 我始終沒有第一次看到鐵甲蠟銅 那麼不震撼 而且鐵甲蠟銅行有兩組甲 好像是嗎 外甲和外甲 對呀 它是可以組成三個出來的 它也組成三個 但三個都不漂亮 兩頭不到岸 它都是三個的 以我們以系列來說 不是最好的那一隻 我始終鐵甲蠟銅行是最好的那一隻 在這裏都明謝了阿迪之餘 都要真是多謝Walker 剛才非常之辛勞地去裝組的 嘩 聽聞他父母說當生少過 已經這樣了 甚麼事 都在說香港代表 香港代表 還有很多個嗎 索蠟銅 不知道他生了多少個 即是說他父母似乎是 很反對嗎 接受不到這件事 不知道 這些可能是人家的事 這是正常的看法 我們不需要再加多兩腳 我覺得沒甚麼需要 這個沒甚麼可以介紹 還有一件事 就是沒有背射 你的GN Drive會亮 但沒有GN Drive後面的餡料 竟然 這是兩件事 你要方便你去 on和off 所以我覺得這個 著燈設計真的很難 它不是一件原理的產品 在設計上 我覺得它是做不到 照出 行不行不行 出不出 照出 買了 95元 我不是說它不划算 但這件事是完美的 朋友號又可以分開 挺過癮的 所以以同一個系列來說 應該是叫Deadwalk 包括眼睛黑黑 頭兩邊又變了黑色 他用了綠色透明件 但完全透不了光 夾口一樣 組裝得比較辛苦 背後有一個大穿崩 在在都覺得是跌鑊 以這個系列來說 其實它要做多一點件 可以在裡面的雀燈組件 類似鹹蛋超人的 Ultimate Soilet 那些扭蛋系列 它的光是絕對可以透上去 透明件的裝組 所有綠色透明件 甚至是額頭都變了黑色 沒有GN Drive在胸口 這件事反而是最吐槽的 我還以為我沒有看到 原來是這樣 就是這樣 方便回來開關 我這樣安慰自己 也不是很方便 也要找東西尿的 好 這樣吧 差不多了 稍後見 我想不見 就算了 好 我想不見 這件事 最後一件事